9月18号2019年中国东盟市长论坛在南宁正式开幕 来自东盟9个国家54个城市的省市长 及中国国内16省51个市县区的市县长参加 探讨中国及东盟国家城市间合作可持续发展话题 中国东盟市长论坛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框架体系内的一项高层论坛活动 每年纳入中国东盟博览会总体方案 本次论坛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东盟民族文化的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论坛主题 就城市可持续发展与互联互通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工商界合作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改善民生等三个主要议题 进行全面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论坛旨在紧扣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 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的新定位 新要求搭建一个中国东盟城市交流合作 创新发展的平台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为中国东盟各城市在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积极作为上 做出实际举措 据悉2015年以来 中国东盟市长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 参会市长遍及中国二十多个省直辖市 和多门九个国家的近两百个城市